字幕志愿者 李宗谷 Hello!大家好 我是Hammu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 感到感謝你們 Halala玩這款今晚來點貂蠶 看起來是商國題材嘛 然後遊戲介紹是塔房遊戲 OK 這邊好像就簡單的劇情吧 劇情介紹 OMG 這個貂蟬又好看嗎 不好看啊 不太好看 好像春菇 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兩種基本防禦塔可用 劍塔 然後士兵 好 這邊可以放劍塔吧 下要70是不是 70個雲鐵 雲石的雲 雲鐵 然後這邊繼續蓋 這是冰塔 再開個弓箭塔 好 開始 呃 塔房遊戲 然後畫面看起來是3D的啦 3D的 那視野不能移動也不能放大縮小 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繼續 雲鐵還夠嗎 我們繼續 統領你的部隊 OK 可以集結就對了 集結在路上 我們這樣可以再蓋 我建造 我覺得他的背景BG院 好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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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AI音箱又秀兜了 他以為我在叫他 之前性長 好 咱們繼續 呃 升級我們的防禦塔吧 變強是不是 需要這個功勳嗎 好 我們繼續 畫風就3D的 然後角色的形象好像比較特別一點 法斯塔喔 好 開始 這邊可以加速欸 喔 加速的話要看廣告是不是 還有VIP 法斯塔欸 其實就是劍塔的一種 兵營的話可以集結 那升級的話還要再花起意識就對了 好 這邊有那個 刀兵跟這個槍兵是不是 祭兵 這種類似拿槍的 好 這種大砲 砲塔 來升一下砲塔 呃 直立式手遊啦 沒辦法畫面就比較小 呃 我是覺得直立式手遊 方便手機玩嘛 可是有的人就不想用 你用平板玩吧 會用平板玩 那我是用電腦模擬器玩 繼續蓋 反正這個無所謂 我們就蓋兵營 我們士兵可以阻止他們前進 好 沒錢了沒錢 殺死一隻小兵加4 總共有5波是不是 提前的話 可以獲得更多的那個暈鐵 那我們也可以升級 好像不能升級欸 現在還沒有升級的功能 是不是 好吧 反正他們走不過來 好 第5波 我們待會完成這些關卡教學來看一下首頁的東西吧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像這樣的塔房遊戲 以前我Flash遊戲玩很多啊 喔Flash已經 退出市場了 以前網頁遊戲都用Flash這個 有這個機制啊 我這個協定在寫啊 好多長 這邊要叫我們升級吧 變強 金幣嘛 消到金幣 第5關的話可以獲得關魚 每次都嘛 每次都嘛 三國都這幾隻啊 這邊有放置收衣是不是 它這邊也有放置的功能 這邊是任務 這個應該是每日任務 然後有一個活躍度寶箱可以領 那你這邊掛機的時間我已經玩了 對沒錯我玩了大概6分鐘左右 那這邊可以領取 你可以 看廣告吧 我看廣告1.5個小時的收益 先不要管它 那我們把 今天沒給看一看吧 哇 第10關才會開啟喔 這個世界功能 然後英雄功能 那看起來這個遊戲是有英雄的玩法 就有些塔房是可以把英雄佈陣在那個路線上 那我剛剛是直接進來沒有任何帳號密碼 所以 連那個ID都還沒創 這邊是我們 官職 然後目前在這裡掛機說 每小時是這些7.2K 金幣跟經驗值 那這邊應該是我 爬升的部分吧 爬升應該就可以解鎖拿這個獎勵是不是 哇明天拿張腳 張腳怎麼那麼旁客頭 龐克頭 飛機頭 暴走族飛機頭 好更多來看一下設置 音樂音效震動 稱號哈姆 語言的話 有這些 繁中簡中日本語還有韓國 那帳號的部分只有Google 想玩的話建議還是要綁定 不然你的帳號會不見 遊戲砍掉就不見了 目前沒有福利 遊戲沒有福利 那如果你們想玩的話 我會把那個臉書資訊和下載連結放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臉書上是說 5月25號正式上線 他是這樣寫 5月25號 今天是6月1號 我在那個Player商店的新品上去看到的 然後早上 今天6月1號 早上8點還有一個夢境連結R 好像要上線上市 之前我沒有試玩 他應該有那個 有一些試玩吧 有一些測試 但是我沒有去測試 就累了 反正不管怎樣我吃著會玩 開服玩或是測試玩 測試的時候玩 封測阿公測阿 除非那個遊戲我沒辦法玩 因為有遊戲他不讓你用模擬器玩 好我們繼續吧 好不好繼續 知天信場 Odara Nobunagaun Odara Nobunagaun 這個戰果的大家都知道 本人士嘛 本人士他就死掉了 好可以加速是不是 應該是免費啦 就在這一關卡 哇太快了吧 天阿 太快了 快到爆炸了 這邊可以升級是不是 升級會怎樣 先不要 我們先 你先把一些補滿之後 補滿之後再升級 反正我們就不能讓他們過去 欸這邊有一個技能是不是 OK 法師技能 1.5倍我過快了 不建議用1.5倍 除非你開自動 你覺得你可以自動過 你就自動過吧 兵你是怎樣 升級一下 啊不夠不夠不夠 好沒錢 那這一關有6波敵人 第4波 這個愛心就是我們不能被人家 通過士兵吧 士兵如果超過20隻就輸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扣1啊 大部分都是一個士兵會扣1 大部分 我們升級看看會怎樣 就這樣 這是我們英雄吧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誰啊 他說他是誰 我忘記了 就一個飛機頭 但我忘了他是誰 放下去 好他就持續性的傷害 你可以放在他們會經過的路線上 點英雄 這種就是有英雄的玩法 英雄會放法術 這樣的塔防會比較有趣 就是有士兵啊 有英雄啊 然後有劍塔這樣 他張腳啊 張腳頭髮長得像飛機頭 那我就覺得他BGM有點不太快樂 這種陰森的感覺 好VIP VIP 特權 有沒有VIP的任務 有的遊戲會給你有VIP的任務 然後讓你升VIP 這款不知道 目前沒看到 英雄鐵 英雄鐵 英雄權杖起用 170元 好170 小錢啊這個就是 通行證玩法嘛 起用之後就拿下面的獎勵 那我們無課玩家就拿上面的 無課玩家就是拿這種免費的然後看廣告 我都是這樣 玩很多遊戲我為我玩的話我都是看廣告 然後拿免費的 然後認真玩 反正玩遊戲是這樣嘛 你要嘛就是花錢買時間 不然就是花時間買錢 看你要怎樣 這邊喔 開局200 銅錢28 都可以吧 那等級2的防禦塔可用 那我們先布陣一下吧 先布陣那個最便宜的 好開始 反正玩遊戲是這樣啊 錢跟金錢幾乎是等號 沒時間的人就花錢 通常是最有效率的 因為你上班賺錢嘛 花點小錢滿足一下 那學生啊或是一些小朋友沒有錢嘛 他們就花時間玩 大概是這樣啦 嗯 理論上前面不會太難 都不會太難 這怎麼取消 這樣嗎 只能放在路上是不是 這種水上不能放 趙雲來了 我們的趙哥來了 趙子龍來了 可以控制他 他好像自己跑耶 就這個操作有沒有 喔你可以這樣子喔 可以瞬間移動是不是 喔了解了解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 他們就過不來了 然後其實這個雲田應該是不會 不會到下一關 每一關會重來 因為塔房大部分都這樣 塔房我去 大多是這樣啦 我們就全部用升級流 你如果不想用升級流 就是用分散流 每個都蓋 然後都蓋好之後再開始升級 噢 照理怎麼好像有落腮壺啊 呵呵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那壺子好像有點輕輕的 老實說阿這款塔房我覺得還算有趣 還算有趣 就策略性比較重一點 有些很無腦的就是塔房加合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就是下面會有合成 就兩個小兵一樣的合成 然後一級二級那一直合一直合 然後升級之後 有時候他的兵種 他會多很多種兵種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合 合成然後拉上來 拉上來 那比較無聊 我覺得比較無聊 也不能說比較無聊 應該說我玩過好幾款 所以就玩久就覺得有點膩 喔又玩越膩 喔破龍槍欸 趙文用那個 渾身是膽阿 唐山趙子龍 好五關 還不錯喔 那我們不用看廣告 所以他是要抽英雄還有英雄碎片 那就是這樣阿 這邊還沒開 待會告訴我們如何抽角色 那第五關可以拿到關羽的碎片是不是 好這邊有一些 月卡 週卡 年卡 好貴阿 我不建議買年卡阿 因為遊戲通常 手遊是這樣 有時候 不到半你就倒閉 真的很多遊戲可能就兩三個月就倒閉 你就找不到他的下載點檢 然後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很不負責任的消失了 能存活很久都是以前的online game 有些online game 一出都撐好幾年 可以一直燒錢 好我們這邊 八級喔 他推薦八級嘛 然後 反正我們金幣還有吧 升不上去了嗎 可以阿 沒了沒了沒錢了 我的銅錢沒了 錢幣沒了 那這邊是抽角色了吧 十四寶箱可以獲得英雄 十四英雄或碎片 然後傳奇寶箱也有 然後這邊就是 這個集市是那個啦 商城啦 商店 有些遊戲會把商店跟商城弄在一起 他沒那麼多界面可以做 那這邊就是要儲值的 花錢買元寶 然後元寶可以再轉換成其他資源 那沒有錢人就看廣告吧 每天可以看 三次吧 VIP可以看四次是不是 可以獲得這個銅幣跟那個英雄經驗 我們英雄還沒出 我要五等 那我們繼續打一下 我們再打一關 好防禦一下五個包子是不是 體力 跳了一下 一樣啊銅錢 新的敵人出現了 防禦塔三級可用 一樣我們先佈陣 敵人應該要從這邊來 這個是單一路線 以後會有什麼雙路線 這都是有可能的啦 來個法師塔怎麼樣 然後這邊來個兵營 開始戰鬥 有沒有現在是單一路線而已啊 法師打7、8喔 我們這可以 集結一下 集結在這 但是感覺集結在這會好一點 集結在這會好一點 因為這邊也有一個砲塔 這樣可以顧到 不然有時候 你士兵在前面他可能直接 哇他騎馬欸 騎木馬這麼可愛 因為很小現在才注意到 好 關羽來幫我們 關羽來幫我們 關羽來啦 這關要送我們關羽碎片 可能可以招募也不一定 不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英雄啊 一開始就張腳嘛 趙羽 然後關羽 出現了 就我說另外一個路線 從這邊跑出來了 有個錦囊廟祭欸 喔 推薦這個 我們會有一個爆炸劍是不是 欸我這個招兵布是怎樣 這樣是不是會有布兵出來 這個有沒有CD實踐 不管我們先升級吧 爆炸劍咧 喔有有有看到了 劍有火焰 喔劍有火焰 我可以升級一下 喔這個雙路線就開始要分心 注意 我建議一開始先不要急著升級 就是有錢就是 穩定一點就是 全部都升劍塔 這是最無腦的 先不要想那麼多 反正現在還在那個 新手教學 前階段 新手階段不會太難 喔齁 青龍斬 不就青龍引力刀嗎 那你要快的話就這樣 齁齁 我要加速 不好意思啊 在看廣告不看了 反正加速之後會爆炸快 衝好快 好這個新的兵種 弓箭手 喂喂喂喂 關羽太OP了吧 一夫當官啊 萬夫莫敵啊 關羽的故事不就過關斬六將 還有溫九斬化熊 這些 把他推薦我這個嗎 好直接領取 呃他也接合rogelag的玩法 就是 給你三卷一的那種buff 然後你也可以加強就是看廣告 他幾乎把最近的一些主要的玩法都融合在一起了吧 呃放置收移也有嘛 放置的玩法 然後這是塔房玩法 塔房又分英雄步兵 還有 純塔房的這種劍塔 那我們的兵是不是死掉了啦 我們兵會死掉 死掉的話他會再生 叫出玩 我們剛剛那個招募的那個好像不見了 死掉了 招募出來拿盾 升級一下二級兵塔 喔那這關有12波耶 你看這邊有一個警郎出現了 第11波有個警郎 喔有一個警郎 叫這個小兵 小兵好像有一個CD時間 時間到就不見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剛剛叫這邊不見了啦 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11嘛 CD時間到這個會不會不見 啊真的不見了 啊有個冷卻時間 我以為可以一直叫出啊 一直叫出來就 小OP啊小OP 好警郎出現了 一樣是三選一 呃有紫色藍色綠色嗎 通常看到紫色就是一定要選 紫色金色就比較好 呃受傷會反擊是不是 反傷是不是 現在還沒有BOSS啊 之後可能會有一些BOSS啊 我就傷過了一些武將 還打我們 電你們喔 欸BOSS出現了喔 比較大隻欸 我還以為是冥將欸 呃那個 我剛剛技能的用光 尷尬 怎麼這樣 技能才用光而已 哇好多關羽的碎片喔 足夠我會變得更加強大 好要來招募關羽 那時間上也差不多喔 23分 我覺得這款塔房還不錯玩欸 齁質地是塔房 可以啊這款這款遊戲可以啊 齁可以退一下 嗯 嗯 下了是不是超過一萬次 還不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星游啦 他就說25號上線上市啊 不知道真的假的 有時候是廣告嘛 他就在說 喔我又上線了 我又上架了 誰知道 好 這邊有守將是什麼意思啊 別人要挑戰我是不是 我看啊看起來還有其他玩法吧 好我現在十支舞吧 然後可以領取獎勵 呃看廣告 不要啊直接領取 然後就獲得原把 然後招募英雄 好這個是我們主線任務吧 主線任務在這裡 我本來以為在右下角 我沒看到 原來在這裡 我也是剛玩啊 呃我是測試試玩嘛 所以說不是玩過一次後 再來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有的人以為我 他以為他 應該這麼說 這個影片他 他以為是會有心得 或是有功率 但其實沒有 就是我的試玩體驗 然後覺得好玩 就說好玩這樣子 好那 剩下的就留給大家來探索好不好 第十關 可以開啟世界功能 應該是 我猜啊可能會有副本玩法吧 那這些我們就不點了 好我們就不點了 那英雄開了 我現在有一個英雄 那其他英雄在這邊 呃他的模組不到可愛 然後也 沒有帥氣 就是 你只能說有特色 臉比較像真實的人去 真實的臉孔去把它改 改變這樣 那英雄有沒有說很多啊 就還好 還好 OK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